这学试验便是李克应对李太昆元禄发出的挑讯信号 说来也巧 房桥在宴展的出现本是会多少惹到太子 可卢中植的病危却恰到好处地给了他一个打人场的机会 谁不知道房卢两家不合 在外人看来这好事也变成了麻烦 太子一方自然是会放松了警惕之心 讲到得意处李克忍不住笑了起来 片刻后房话题一转道 不说这些给你讲个有趣的 再过几日便是李太的生辰 到时候一定是热闹非常啊 沈曼云又贴近了他一间不解道 这对魏王来说 不是件好事吗 您前些日子才说过 皇上准备为他选妃 这生辰宴实则是巧立明目的真选宴 听说请的都是些名门归秀 他若责上一二有势力的 岂不多了帮手 主子怎么还高兴起来了 此言惹得李克意味深长的一眼 带着醉意有些神秘兮兮的贴到耳后 低笑道 傻云儿 你当堂堂的魏王殿下 为何至今府中没有半个女人呢 沈曼云目中好奇更甚 声音也连带着放轻 云儿不知 话语方落 便觉耳上一失 紧接着便是带着些麻衣的低语入耳 却让他闻后双目圆灯 那是因为啊 他不惜 伴上后 沈曼云才回过神来 惊讶道 怎么会 听说魏王可是在别院里面养了一群机械的 你亲眼见过 我 他接不上话 只能又问了一句 为什么 李克最眼中闪过了一丝嘲笑 这个种原因 只有本王一个人知道 哼 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不提也罢 总而言之 他不娶妻妾还好 一旦娶了 没有子嗣 久而久之 便会暴露他这毛病 哼哼 祝三 沈曼云看着是信了他的话 迟疑出声 这 这事若是真的 您为何不早将此事抖落出去 这魏王他就不足为患了 你不懂 李克贴在他耳上的嘴唇 一点点的下疑 含糊不清道 对李太那样的人 须得留上最后一声 才可 沈曼云没有再问 转而随着他的亲吻 断断续续地呻吟起来 很快 这两人便沉醉在情欲当中 不知等到天亮之后 李克酒醒 记起他泄露了这个压在他心头多年的秘密 会当如何 初五早上 天未亮 怀国公府的上下便都起床忙碌开来 一遇换上了身素面的裙子 叫平慧为他梳了个简单的头 吃了些早点 便去到朝阳院 卢中植依旧是静静地躺在床上 一时将近一天一夜未进食了 为了帮他调着命 给他灌下太医院开的汤药之后 每隔三个时辰 便须进补一次参汤 虽喝多了是须不受补 可也别无他法 卢老夫人有一睡难醒的怪症 昨晚宿得不知时候 这会儿还没起床 一遇本意是在卢中植床前待上一整日 可不到半个时辰 便被卢荣元给撵走了 那大伯母他们正在库房收拾东西 你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一遇稍作迟 便应下了 除了朝阳院 却是不知该往哪走 说来可笑 这偌大的怀国公府 除了东边几间院落 就是那大花园 他也只去过一回 至今为止 连关系到全府上下 生计的库房重地都不知道在哪儿 不过好在身边还有个知事的 陪同着他一起的平同 早就将这府里上下摸了个遍 怀国公府的库房是修在整座院子的东北方向 恰好 恰好是在老大卢荣远的院子附近 是座丹丽的院落 主仆两人走进这院子里时 正是热闹着 今日这库房交给了窦士 赵氏正同他交代 顺道为了日后的丧葬 把重要的东西清点了一遍 一遇远远地看着那座修得严密的浅灰色建筑 便是稀奇 比起住宿的房屋 他俨然大上许多 且只有离地丈高的地方 才开有几扇通风的小窗 正中唯有一道两扇的门 此刻大开着 看那门扇 意识厚实地让人扎舌 一遇站在不远处打量着那库房 跟在赵氏身边的侍女一云看见 凑到他跟前滴雨了几句 得了吩咐 才过去把人请了过来 库房外面摆了张长桌 上面放着四五本账簿和一摞礼单 豆氏坐在桌子后面翻看着 赵氏则站在一旁 清点不断从库房里面搬出来的东西 一遇跟在伊云的身后 绕过了摆在外面的箱子等屋 走到那桌边 向两人问了好 说明来意 豆氏正全神贯注地查着账策 紧对他敷衍地笑笑 便继续埋头苦毒了 赵氏听说是自家夫君让一遇过来帮忙 便扭头吩咐了一遇两句 让他留在外面清点 自己则起身对一遇道 走 你还没见过咱们家的底子吧 沈子带你进去瞧瞧 好奇心人人都有 一遇也不例外 存着见见世面的心思 便没拒绝 带着平童跟在他身后 进了那道厚实的库房大门 一遇只当是进门便能见到珠光宝气 可事实却同他所想有差 进门右拐是一条长廊 朝前走了几步 身后明亮退去 便像是进到了黑夜 不是这里面黑 而是走廊的墙壁上 内嵌着的石灯都被点着着的缘故 急目望去 这里面是比外头看着还要大上几分 走廊一边是临着院子的墙面 另一边 每隔一段距离 便有一道石打的木门 为首的一间屋子正大开着 一遇走过时候 朝里面瞄了一眼 都是些桌椅板凳的 赵氏边朝前走 边同他介绍 这里放的是家具 有时到了节气才换的 有时艳客筹宾才用上的 还有些背着 若你屋里有什么物件坏了 只管叫人来领便是了 知道了吗 一遇和卢志已有离异 但听他说些以后的事 嘴里还是答着是 再往前十几步 房间着第二间屋子 也是开着的 比起头肩的杂乱 井井有条 架子 柜子上 摆的都是些字画和花瓶器具 无需上前 也知道是些金柜玩意儿 赵氏在那门边站了站 对他道 这里面的东西 都是你大伯在南方时候逃换的 进到京城便都带了过来 用来待客和装点门面是使的 你可以进去瞧瞧 若是有喜欢的 挑上几件 我让人送你屋里去 一遇想也没想便摇头道 不用了 赵氏借着碧灯看他一眼 心中有些意外 嘴上没在强求 顺口叮嘱了 进到屋里搬东西的下人 仔细些 又让平童待在这里等 便带着一遇朝最里面 最后的意见而去 又拐了一个弯 来到了一扇门前 已经只有他们两人了 那门紧掩着 一遇看着赵氏从脖子上 取下了一小串子 贴身揣着的钥匙 对向门上那只拳头大小的锯锁 便知道 这里面的东西贵重 方祖道 伯母 不用麻烦了 我就随便看看 说着话 赵氏手上动作一顿 还是把钥匙插进了锁眼里面 边开门边道 无妨 既然来了 便都看看吧 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你是咱们府上的小姐 心里清楚些 总归是好的 咔嚓一声脆响 锁头开启 赵氏却没急着进去 而是在这门上边角地方摸了几把 才双手将这厚重的门板缓缓地推开 一遇不免有些摒弃宁神的 赵氏率先走了进去 一遇就站在门口 不眨眼地瞧着黑洞洞的屋内 但听见细微的声响 室内的闭灯被赵氏点亮 瞬间映入眼帘的东西 却让人有些失望 宽敞的屋里 没什么金银财宝 只是一支支大口的箱子 整齐有序地挨边放着 一眼望去 大概有十几支 赵氏点灯之后 便注意着一遇的神情 没错过他那点失望 目光闪了闪 便走到一口箱子前面 在钥匙串子上找了找 捏着一枚塞进了外锁里 打开之后便叫他过来帮忙 小玉 你来同我把这箱子打开 一遇听话地走了过去 同他一起 扣着这高级他大腿的箱子边缘 别说 还真够沉的 这么想着的他 正有些跑神 可伴着枝鸭的响声 这箱子打开之后 入目的一片荧光璀璨 却让他险些闪瞎了眼睛 整整齐齐码着的银条 个个儿都有两指粗细 只这么一箱子 少说也有万两白银了 饶氏对卢家的财富 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见到这十几口箱子之一 一遇还是忍不住 心跳剧烈了起来 往后退了两步 避开这片荧光 啊弄错了 本是想给你找两件稀罕玩意儿 倒是开了这最不稀罕的 来咱们看看这颗箱子 赵氏似是没发现 遗玉的尸态 走到另一口箱子前面 如是道 遗玉深吸了一口气 扭过头轻声道 我有些凶闷 许是这里不通风 大伯母 咱们出去吧 赵氏的目光 在他身上逗留了一瞬 才道 好 将箱子重新合上后 两人退到了门外 遗玉眼见着赵氏 在门角摸了几把后 将门锁上 听那咔嚓一声脆响 他的心方才缓缓地静下来 那一箱银子代表着什么 万两白银 不 若说是这样 并不足以让他的心 都有了些微微的动摇 对着京中的权贵来说 多半都是有着万贯家产的 可重点 在那剩下的十几口箱子上 从赵氏的话里 不难判断出 这剩下的箱子中 也都是真金白银的东西 要知道 这天下货币通行 铜钱还是占据主位的 虽一两银子一贯钱 可银子的价值 却远远高于铜钱 而官宦人家 多是靠着地产 和奴下商人的店铺赚取 钱财多是换成了地契和房契 因此 就是在这长安城里 又能有几户人家中 有本事放着这么多的现银 难怪了 在见过了这真金白银之后 一跃突然对斗士和赵氏的相争 有了些理解的心情 面对这份偌大的家产 想不动心 想不伸手 难 想到这里 他不免心生疑惑 偷偷奇怪地 看了眼走在前面的肇事 对他昨晚爽快地 将库房交给斗士馆里的举动 大为不解 看着情况 若是日后分家 就是大伯二伯不争 这轴里两人 也不会轻易放手的 没了炉中 直着泰山压顶 会闹成什么样子 还真够瞧的 心里暗自嘲讽着 走出这仿若黑夜的库房大门 迈进冷嗖嗖的院子 昨晚被炉质勾起的离异 又剩了许多 魏王府 下午阿生站在书房门外 听着屋里的动静 眉头时紧时松 脸色一会儿一变 直到门内的脚步生进了 方才眼观鼻地站好 等人从屋里走出来 低头相送 杜大人慢走 哪知这么一句 又招惹了杜楚克的回头 这位脸色不太好看的杜大人 低声对阿生道 李管事 可否进一步说话 于是 两人便朝着院中偏僻的一角走去 过了一刻钟 脸色稍记的杜楚克才离开 哭着脸的阿生在原地站了会儿 方回到了书房门前 敲了敲门 进到了屋里面 主子 李太正在拆信看 头也不抬 道 说 杜大人方才同我说了 属下不知 这侧妃仪式不是说好了吗 主子为何又变了主意 阿生迟处着问道 本来事情好好的 李太也是亲口答应了 这侧妃的人选 他都同杜楚克商量过了 只等着李太答应 在上报的皇上那里 求个旨意 到生辰宴上一并宣了 算个双喜 而那天学士宴回来 定下了初九过后便离京一室 苏续的巡游人选名单 昨天就成了上来 只等着生辰宴吧 就可以走人 哪知怀国公突然病倒 昨天还收到缺信 倒是活不到蜡月了 这看着同他们为王府无关的事 却使得李太一早改了主意 初九过后 先不走了 文学馆那边接到不走的指令 对李太这折腾劲没敢说什么 他阿生也没敢说什么 毕竟自家主子是打算带着那卢小姐离京的 可若是怀国公顽 那就走不成了 哪有亲族丧葬 嫡孙远游的道理 不走就先不走吧 可刚才阿生在门口听着 他怎么连侧飞也不要了 这又是想到哪处 李太不说 没人知道 只是杜楚克早朝一下 便兴冲冲地跑回府里 找他确认这止婚一事 竟是被李太反口给推了 刚才在屋里杜楚克是距离力争了一番 偏从头到尾 听他讲了半个时辰有余 最后只是一句 出去便将人给打发了 杜楚克知道他脾气 不能强求 刚才便把阿生叫到一旁说的 分析了利弊 让他来劝 李太把信看完 才抬头瞧了阿生一眼 道 本王没敢注意 是你们选的人选不妥 阿生一愣随即喜道 那这侧妃还选吗 只要他愿意选 这人是谁就不重要了 李太面无表情道 父皇给的那份名单 是不是在你这儿 是是 阿生连忙从袖子里面 掏出了备份的名单来 递了上去 李太接过 打开之后 在上面扫了一圈 目光闪动 只笔占了些将要干掉的墨汁 在其中一个名字上圈了一笔 便丢了过去 阿生稳稳地将那名单揭在手中 好奇地打开一看 但寻到那处标记 却是两眼一愣 主子 出去 自炉中植昏迷后 一遇就没再出过门 在这期间 程家姐弟和杜家兄弟 都专程上门来探望 杜河将国子监里的事 同他交代了个大概 程小凤则是把文学馆 这几天的课程 讲了些大概给他听 负责传书事宜的谢学士 上门探病 特意找了一遇过去说话 给了他两本书叫他看 别的倒是没说什么 一遇才被早就收到请柬 却迟迟想起的卢荣远给叫去 只会他明日和卢淑情一道 到芙荣远去赴李泰的生辰宴 明知那是场变相的选妃宴 在卢中植卧病在床不久已的情况下 他哪有心思去参加这烦心的宴会 当下便直言道 大伯 我不想去 卢淑情也在边上站着 听了他的话 并未支声 卢荣远劝道 这请柬发了下来 白纸黑字提到你们 我和你二伯都脱不开身 你祖父这样子 照俗礼 我们是不当去的 但你们两个小辈不去 那怎么能行呢 贺李已经提前送到了卫王府 你们只需晚上去吃顿酒席方可 一遇知道他说的有理 可对那宴会的抵触 却让他张不开口应下 见他沉默不语 卢荣远轻叹了一声 从椅子上坐起来 道 那你便在家里待着吧 淑情 你一个人去 说完这句 他便大步出了屋子 一遇本打算离开 却被一声冷言冷语 止住了脚步 还真是够任性的 一遇转过身 看着卢淑情 因他脸上泪同卢智的笑容 以以后道 你是什么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 卢淑情后退到 刚才卢荣远坐过的椅子上坐下 看着他 言词间没有往常的亲疏有度 你当卫王是什么身份 他的生辰宴会 可不是什么小打小闹 若是缺席 被有心的人拿去说道 便是不给卫王府面子 你以为咱们现在 还是怀国公府的千金小姐吗 一旦没了祖父 这国公府的名头不变 实则降成了三流 眼下祖父病危 咱们在外人的眼中 已是大不如前 这等宴会 你却说不去就不去了 不是任性 又是什么 说道别不去 但我还没给人家 众子 不去就不去 把 这么多 都这样 放这边 放这边 与泽子 放这边 放这边